歐盟宣布承認臺灣核發的新冠疫苗 數位接種證明書 未來將可以加速國人出入境的通關 流程 疫情指揮中心 指揮官陳曲中表示 最快下週會公布相關的細節 開放民眾申請 春節返臺檢疫方案上路後 二十一號首批旅客 在防疫旅館進行採檢 如果為陰性就可以返家完成後續檢疫時間 不過傳出臺北市有兩人檢驗為陽性 已經收治醫院隔離治療 有醫師擔憂 類似狀況可能還會再發生 之前新北幼兒園群聚事件 指標各樣埃及爸爸 就是處於感染後期 陰陰洋洋狀況 要防堵疫情進入社區 只能靠公共衛生手段 此外歐盟二十一號宣布承認臺灣核發的新冠疫苗接種證明書 外界好奇疫苗廠牌是否也包含國產高端 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回應表示 歐盟承認的是疫苗接種證明的有效性 而且不只歐盟 還有很多國家也持續洽談中 陳時中強調我國疫苗數位證明獲得歐盟認可後 民眾出入禁時可以加速雙邊通關流程 未來也可以適用於國內住院長照機構及八大行業等 最快下週公布臺灣版數位疫苗證明時事細節 並開放民眾申請使用 記者來自明講龍翔特報道